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当然有很多的优点 不管从构图上 人物的动作上 以及整体的表现上 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它缺少故事性 对吧 所以说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视频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其实就要好很多了 那我们详细去看的话 这个视频其实有三部分构成 第一个是一个空白的山崖 第二个是一个美女飞进来 第三个场景就是她在这打坐 第四个场景就是她飞走了 那么这个的故事性 其实就好很多 对吧 大家觉得如果我们要把原来 那个视频扩充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们需要的一个 关键的技术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remover 我们叫做物体的清除器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 叫min max remover 这是一个效果比较好的 这个物体的去除器 它可以非常棒的 将视频当中的任何物体 给它去除掉 而且采用一个两段式的方式啊 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有了这样一个去除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 视频当中的一个人物给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再用手为针插针的技术啊 将这两个视频给它连起来 那如果一开始是空的场景 然后人物飞进来 那人物坐在这打坐之后呢 我们再让它飞出去啊 所以说呢 都可以用插针来实现 这就是刚才那个视频实现的 一个具体的思路啊 那我把所有的工作流呢 都固件到了Running Hub上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点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一下 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去找一下我发布的工作流 那回头呢 我会将工作流呢 全部发布在这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怎么去具体的用这个技术 首先用这个技术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扩展 这个扩展大家非常的熟悉啊 我就不细说了 然后呢 模型我们可以通过 K神的模型列表里边 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可以点开对应的模型列表 大家看一下啊 这儿有一个模型叫做 One 2.1 Min Max Remover 而且是一个1.3B的 它的大小呢 只有2.25个G 所以说它跑起来呢 还是非常快的啊 那大家呢 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Defolition Models里边 那我们就可以用了 好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大致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配置的部分 那主要是对分辨率 以及我们帧的长度啊进行配置 那我这采用的是480乘以832 然后81帧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加载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之前用FasterModel生成的 效果呢 还是非常棒的 我们通过一个Resize节点 重置一下它的大小 让它和我们的分辨率保持对齐 然后呢 我们把它预览一下 然后呢 是我们模型加载的部分 我们需要加载的第一个 就是主模型 我这用的是1.3B的MinMaxRemover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模型 你注意啊 在这儿不要进行量化了 因为这个模型本来就不大 然后开启C这个Tension 然后我们的VE和我们的编码器 这和普通的万模型保持一致 这儿呢 由于是81帧嘛 所以说我还是习惯性的开启了块交换 然后呢 是我们的遮罩的部分 这个遮罩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因为我们需要将这个人物给它去除掉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将它的遮罩呢 给提取出来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跑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过程当中出现的各个结果了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使用了一下SegmentAndacy 然后将原视频呢 进行了一个遮罩处理 我这儿用的提示词呢 是PersonBody 然后预值呢 是0.30 这儿呢 我们把整个的遮罩给它扩张了30个像素 这儿我提醒大家 不要用这个节点 Grow Mask with Blair 这个节点呢 不太稳定啊 有的时候呢 可能它会对遮罩的透明度呢 做一部分的修改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遮罩 这个很容易看到啊 这是人物扩展了30个像素之后的一个效果 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转成了一个什么 转成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我们把它叫做Must Image 待会儿呢 我们进行这个Incode的时候需要用到 然后我们还需要生成一个 我这儿叫Input Image 它是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 一看就明白了 其实呢 就是我用一个灰度 这样的一个色块 将原来的人物给它盖上了 其实呢 就是将遮罩这个部分 用灰色进行了一个天充 这个跟VCE呢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给它一个127的中性灰 是让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可绘制的元素 然后呢 遮罩我们同样给它存起来了 然后这个是怎么生成呢 很简单 如果有遮罩之后呢 我可以生成一个灰度图 这个值呢 是0X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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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6个F是白的 是吧 如果是7F 就正好是它的一半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中性灰 然后这是一个黑的 这个没用到啊 我们把它删掉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中性灰的啊 做成一个圆图片 和我们的这个目标图片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 然后进行一个组合 而且会按照这个遮罩进行组合 所以说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辆图片 那这三个元素呢 我们回头在min max remove的时候 需要用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 大家注意啊 最核心的节点在这个地方 min max remove in bytes 它最终呢 会生成一个图片的嵌入式向量 它主要呢 有两个latent的构成 你注意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图片的latent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这张图片 而不是原始的视频 把它进行编码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关于遮罩的latent 那遮罩的latent 同样是用 one video encode得来的 那通过ve对image 按照mask进行编码 你要注意 这个mask是可以不传的 但是我习惯上 还是给它传上 image是谁 你注意 image是他 maskimage 所以说是将遮罩 直接转成图片之后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是我们的mask 所以说呢 这俩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传第二个就可以了 我们会得到这个叫latent mask 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这个编码 我们这同样有一个常规的宽高 和针的长度 得到这个像量之后呢 直接给到采样器里边的image 就是inbide 那我们的提示词 可以直接给到这个textinbide 本本的嵌入式向量和图片的嵌入式向量 这个就都有了 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下 因为这样我觉得可有可无啊 不是一个必要元素 那我这的辅助选项呢 只采用了enhanced value 别的呢都没有用 然后呢 我们进行采样 这个采样的参数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注意步数呢 建议不要太小啊 我这用了25步 然后呢是cfg 我们这采用1.0 然后shift值3.0 别的呢和万模型保持一致 进行decode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去除的还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去除的效果 其实完全取决于 你这个遮罩产生的一个效果啊 而且呢 你要注意这个物体越小越容易去除 我觉得这个容易理解啊 那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说怎么去生成 刚才那个视频啊 这个我们只需要采用一下 一个手尾针的 插针的工作流就可以 这儿我采用的是 self-fossing的 因为self-fossing呢 我们测试起来 整体的效果呢 是最棒的是吧 所以说你看这个啊 这个工作流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所以说我们简单过一下就行 这里边最主要的技巧 是取的这两张图片啊 你来假想一下这个场景 这儿呢 有一个空旷的山崖 然后呢 这个人飞进来 对吧 注意啊 这是一个视频 所以说我这儿取的是它的最后一阵 我略过了前面的79阵 因为呢 我们是这个视频播完 接这个视频 对吧 所以说呢 是最后一阵 不要搞错了 要不然你一个流畅性 可能保证不了 那同样 充射大小 这个呢 我们也是取一张出来 充射大小啊 然后这儿有一个基础参数设置 包括宽高和我们的增长度 模型的初始化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第一个是VACE的十字笔模型 另外的话呢 我们加了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 其实就是self-fossing 它现在叫做Light X2V 是吧 编码器 这儿呢 我开启了C这个Tension 由于这是一个原生的工作流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开启 提示词呢 加不加都行 因为呢 我们希望它自然的去计算出来这个动作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经过这个编码之后 就可以得到正向的提示词 反向的提示词 然后你注意啊 这里边最重要的 其实就这两个啊 就插针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了不止一遍两遍了 是吧 我们用这个节点啊 1V6 VCE Start to End Frame 手图 真长度 然后微图 我们就可以得到 Image和Mask 把它传到这儿来 由于这是一个加速模型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 只是采用了十部采样 CFJ是1.0 采样器呢 我用的是LCM 完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有点怪 是吧 像一个蛤蟆一样就进来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提示词 还是要加的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改机之后的一个工作流 别的都一样啊 我在这儿加了一个提示词 说一个人呢 从空中飞到巨石上 你看一下 哎 这个就漂亮很多了 直接飞进来啊 那这样 这个视频就有了 那现在我们其实有三段视频了 一段空的延时的 然后加上一个人物飞入的 再加上人物坐在那的啊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人物飞出去的就行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会有下一个工作流啊 注意下一个工作流呢 我们就不是从 这个的79帧 然后跳到下边啊 而是反过来 就是你可以这样看 其实是从它过渡到它嘛 所以说是它的第80帧啊 然后过渡到它的第0帧 那剩下的其实都一样啊 提示词我写的是 一个人飞向天空 再看一下 好它就飞走了 是吧 然后呢 你将这三段视频连起来 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整体来讲呢 一致性啊 色彩啊 连贯性啊 还是非常棒的 虽然我们这节目的重点 是一个物体移除模型 但是呢 如果你的思路比较开阔 你可以通过这个移除模型的发散 你的思维 得到很多特别棒的效果 注意啊 我现在这个效果呢 是没有经过优化的啊 我们只是给大家展示这样一个思路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